網友先報導 來 我們再來看 今天是二十六號 那明天 明天 明天九二七 九二七呢 明天 是 明天 日本呢 要辦安倍國葬 這一天 安倍已经已经已经走了 那国葬办就办吧 虽然 虽然这个这个国葬的 可能现在最希望赶快把国葬办完了 大概是岸田我文雄 因为本来 本来以为 以为办国葬 可以拉抬一下呢 自己的绅士 可以在在自民党的权力结构内部 安倍 当然就是自民党的保守派 是不是会因此觉得 感念岸田文雄 觉得你 你毕竟呢 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领袖的安倍 那办了一场的风光的上礼国葬 但是你说 是不是因此呢 就会靠向岸田 岸田是不是有机会呢 既安倍而起 成为成为成为下个世代的 自民党的领袖人物 再看 那进广告回头就聊 花生 花生好早安 花生说台湾旅游是可以的 生活不太现实 那大陆也很好啊 比如华人区里面啊台湾香港啊新加坡啊他有不同的样貌 那如果你要是你要大陆朋友 当然现在要你说要来要来台湾要移民啊你即使要婚配啊拿到身份真的不容易台湾这方面来讲民进党的政府啊对于大陆的朋友是很恶指的态度是非常恶恶恋 那我说如果你有你有机会我还是非常欢迎 在台湾我还是会看到一些来台湾的陆配的朋友们 他们很辛苦的在台湾就像移民的地带一样很辛苦 但是慢慢的站稳了自己的脚步那也也喜欢也享受台湾的生活 偶尔遇到他们就跟他们聊天我常问他说哎你觉得台北好还北京好就故意搓搓他们 不他当然的你就知道我都开玩笑了好但是住久之后你知道他们会开始出现一点点其实犹豫就不想给你真实的答案 好我们现在四千多位的观众呢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线上那呃好我们如果如果如果借着这个平台我我我我我我其实很珍惜这个平台 原因是因为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不管你说话或者文字的风格是什么或者你你是怀抱着某些的政治目的呃或者你你你就是个网群谁谁你变了我我我都把当作是一个一个可以做观念交流的平台 时间久了大家就知道哎呃大家讲话就这么回回事不过不不知不觉当当中我我认为任何的对话跟沟通都有助于呢增加彼此的相互的理解 那呃不会动不动就觉得想要操家伙就要应兵理解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你认为对自己铁一般的事实就是这这这样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的一定要统一留到不留人我也我也不是说你错我是说你必须要知道有一些人 不管他脑袋是被是不是被是被洗了或者或者或者放进了什么脏脏东西他会自我否定啊我的我上上下礼拜我还讲到像美国的总统拜登都会很骄傲说呢我是爱尔兰人 我我们家的祖宗排位都在爱尔兰我从爱尔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讲到爱尔兰兰都还觉得好像自己家里面的事儿一样 可在台湾你要知道有一些人 他会觉得他是日本人他会甚至于他会跟你炫耀就说呢我们家在日本的时候呢黄明化的时候我们我们是有是有是有黄明的 那对汉民汉姓汉话那身上的这种的这种的汉人或者说是华人的血液啊有点有点就是说痴痴之以鼻如果他可以换血洗干净他会做的那我是说固然你你对对这对于对这样的一个立场你会你会不只痴痴之以鼻你会愤怒可是你要知道他终究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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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 那那个那个群体他真的要要要组一个阿里布达的黑熊部队的时候他还是组得起来的那如果能够用相互理解的方式去对话那 我觉得理解跟跟对话最少让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的他的这种的血腥感会降低一些可能性的会增加一些不见得他能够带来一个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但是永远不要放放放气 在公共平台上面那论述对话的可能性好那呃刚讲到因为明天明天是安倍的国国葬所以明天的看日本 那呃今天的今天因为先星期一嘛好那中国中国中国时报的时候中日建交了五十周年对因为九月二十九号就 明天星期二是安倍的国葬这个星期四九月二十九号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就一九七二年的九月九号 那北京跟东京的建交了两个京北京跟东京的建交那日本的就跟台湾就断交那你若是年轻人说日本怎么跟我们断交呢我们跟日本那么好 那就是时空环境此一时彼此啊这个时候你太年轻的时候我我跟你讲一九一九七二年那个是一个怎么样时空环境 你会有遗老卖来不那个时候毕竟我已经懂事了啊那再加上再加上离那个年代不远念书啊等等 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呢 会比你精准一些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是你如果换成今天日本一定不会这样做错 哦日本一定还是这样子做好那安倍国国葬的成为世金史 呃明天的安倍国国葬虽然叫国葬但是如果你你想像的是像是像是英国英国女王的这个伊丽莎白二色丧礼一样拜拜登的 来 就就算我坐在后排 但是呢我要有有我的野兽一号我要有我有我自己的砖砖车 那我不要像的像这日本的天皇一样啊大拉拉着自己的太太的手呢挤交交交通车 日本的天皇挤交通车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但不会伤到日本的自尊 相反的我我看到日本很多的民间的舆论 对于天皇 呃挤交通车这件事情 觉得很有骄傲感 觉得 觉得 没有端端架子 呃他有助于呢提升了日本的皇室的地位 相反的就是说 美国的总统就当大家的挤交交通车甚至有的还塞车 的情况下面 但是呢我仍然的有我的这个野兽一号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有警车开到 那这样子这样大大大大队的进出 那大家都还得要让你 那个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我我说这种 大国气派 如果如果就是说任何场合都要跟着那个大国气派 很多的时候呢就会 引起大家的 反感 那要不然你就 就不去吗 那如果去的时候规格都要拉到拉到顶啊 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只有你是总总统 我我不是 我不是首相 我不是天皇 那只有你你是总统你你就你就有这样的派头 你就有这种安全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吗 好但是明天的安倍 的号称国杖 但是那个国国杖的国 大概就仅限于日本国 因为最尴尬的是 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 国国家广播公司啊叫CBC 加拿大的广播公司啦 CCBC的消息说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大陆翻作特鲁多 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4号 已经表示 他要取消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山国杖的计划 那杜鲁道 杜鲁道为什么取消呢 他说他要在国内加紧应对 那侵袭的加国东部地区的飓风叫非奥纳 Fiona 啊就是他要他待在那国国内因为因为这个叫Fiona的台风的正在攻击加拿大的东部 我要留留下来 我要我要跟跟跟加拿大加拿大的东东部是这法语区吗 那会会被割去我留留下来跟跟加拿大人的共存亡啊没有啦就是我我就那个 他的他的Fiona的Fiona来的 我认为就是给杜鲁道的一个借口 好但是他就 他就造成了 那个是第1个 你有 你如果每天只听飞碟早早餐的话那你可能会会错过因为我 我我时时间对看起来好像还蛮多的哈 不过 哈拉嘛 就是每天每天东聊东聊西 西聊的把这东西呢反正都大大杂会放在脑袋里面的整理给你听 有的时候呢就会错过错过些什么不见得都能够谈得到 呃刚讲到英国国葬的时候呢 杜鲁道去了 他们是他们是昂煞是昂昂白啊 昂白煞白昂煞 当然都要都要都要去那 那是他妈 那他祖宗牌位呀那个是他的他的女王啊杜鲁 就是对加拿大来讲到现在为为止呢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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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英国女王呢就就是加拿大的元首啊也是澳洲的元首当然要去啊 所以你看到拜登的八十岁呢去去去送九九十五岁他还是去啊 那呃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啊白昂煞通通都要都要都要到 但是 同样也算也算是白的安倍呢 他们就不来了 当然去了之后的杜鲁道的毕竟年轻啊所以他到他在伦敦闹了个笑话让他让他自己的有点灰头土脸 因为 女王女王的到英国参加了女王的葬礼 可是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在他的住宿的旅馆的大厅里面啊 呃 Piano Bar 呃 这个 Player呢就就就就就就弹琴 他就在钢琴旁边唱唱歌当我我看到的是他唱歌剧的啦 唱歌剧那应该是 那应该他他唱的好像是 Bohemia 好好像我印象中那个是那个是波西米亚人里面的段子 好但是他他在那边唱唱唱歌 据说唱了两小时 那有人在拍他好像越越越唱越越高兴 那 当这影片外流的时候呢幸好那葬礼已经过了影片外的他会说 你你你参加英国女王的葬礼是很开心是吧 那叫国葬啊 那英国英国英国基本上面很多的娱乐娱乐场场所都关门啊 那你来英国 在你的住宿的饭店里面在大厅里面唱歌唱两小时 把大厅当KTV这这什么意思是 是卖弄你歌喉吗 其实那个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说 他的心情显然并不是一个参加国葬的新心情就开心啊好像是旅游度假一样 那这个是这个是基本的训练啊 呃我们说的理由并不像歌就是 你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周围的周围的气氛如果人家开心你当然入入境问书跟着开开心唱歌跳舞 那如果人觉得周围的气氛不太不太对啊可能 有有有些有些事那你就得要收敛一点 我们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也一样啊 你在报新闻的时候呢如果如果谈到这些商礼啊等等的时候 你当然就要比较庄严树木一些 谈到欢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的表情那就可以开开放一点 这些的都是 你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呢要有的基本的训练 但是呢杜鲁道的这很夸张啊就加拿大的加拿大的首首相 第二天要参加女王的女王的葬礼国葬前天晚上呢在在在这个住住住的饭店因为那饭店不容易定到了你知道那个伦敦的两天那个 除非你你是重要的首相要不然你要能定到饭店不容易 隐行高歌 好所以呢前前面上个礼拜的这场的国国葬的对杜鲁道伤害很大 那走走的是女王的伤的是杜鲁道 好的这一次呢 他不参加 安倍晋三的 国葬了 对日本来来讲 那真的是 所以 杜鲁道的一口气呢得得罪了英国又得罪了日本 那你说 那他不他不参加英国他不是说他要他要去 他要去跟跟加拿大人共存王要面面对Fiona吗 这个这个 巨峰的来来去去难免 那但是 因为 你知道安倍对日本来来讲 他在任了11年多的时间 他在国际舞台上面很活跃 大家知道 他出访的频率很高 那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来讲对外事务啊 很很积极 希望提高日本的能见度 他是日本的 战后的首相里面我我认为在国际舞台上面最活跃的 而且生的生的最有弹性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我我我讲这话并没有褒贬的意思我就说 他是这样我认识就是这样 他应该有很多朋友尤其是 G7 G7 兄弟中的兄兄弟 G7应该就今天的国际政治当中来来讲 跟着跟着就白昂撒 撒雪为盟的兄兄弟呀 G7里面你算也算得出来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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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拿大英英国 白昂撒就占了三个 剩下的德国 法国也很也很也很白呀 意大利也很白呀 唯一也白但是 没有没有没有像这么这么 白的 就就日本了 但基本上都白 日本是亚洲白跟那种的 欧洲白 美洲白 虽然不太一样但是也也也白 那 G7本来就是呢300 就就就是亚洲白欧洲白美洲白 300的结合G7 兄弟挂的 因此 理论上来讲这这些不要说在当时跟他呢一起在位置上面同样很久的比如说梅克尔 那 应该应该也要来呀那个那个是你的好啊好朋友啊 可是梅克尔 不来 那你说现任的这些国家的首相总该来吧 本来 一个一个都不来 大家都有事家里都有都有事 这样家里面呢 你说法国啦德国啦英国啦 特拉斯当当跟跟安倍谈不上什么交情 可是前任首相波尔香森总该来吧你你你总是安倍的哥们吧 那个讲话的味道是很是很对的 但是 也也不来 或者不管是在任时候的朋友不来 现任的首相 本来只有杜鲁到来 G7里面呢就剩下G1的 就是安倍呢 以为交了很多的国际上面的大咖的国家的朋友三百的结结盟 就结果死了之后呢 人家是贝极哀荣啊他只剩哀呀 加倍的哀 办个国账大家都不来 那你说如果如果日本是有台风不来那也就算了 那你家里有巨峰但是你说光光怪杜鲁到干嘛其他国家也不也不来呀 美国也不来呀 英国也也不来呀 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都不来大家都有事 本来还寄望就说了杜鲁到代表 G7出席 就杜鲁到也不来 所以就就造成了就是安倍明天的国账 G7 通通都不来 不管是安倍的朋友 或者是现在的G7的 领袖通通都不来 那就那就那就丑那就丑了 也也没有所以安倍的 安倍的这场的国国账啊还没有账啊但是你都都可以想见就就是 一方面在日本的国内大家骂到骂到骂到臭啊 现在现在支持支持办国账的那那那比例大概就在两两成左右啊那个反对国账的都过半了那个重重商了 重商自民党 统一教安倍的国国账这重商自民党如果如果这个时候呢敢去了国会改选我我估计自民党 大概会会会会变少数党 那 连杜鲁道都不来的时候的你就就可以讲那个对于对日本来讲 那个 自尊心伤害铁点定是很大的 我说 天皇啊 走路 天皇搭交交通车 不会伤日本的自尊心 可是安倍的这家的朋友日本以为的盟友们 人走茶凉啊 阵亡人席 走了之后呢这么的冷 这个 这个这个对于许多 非白昂煞的国家来来讲 大概心里面 就就大概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一回事了 就就是 说实在就是 过去的四五百年里面啊 大家对于 被被这种的 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呢 当基底的 西方国家的 所调调出来的意识形态调酒 都被灌醉了 但是 你看不到那个基底 是一个种族主义的 基酒 你会会会调酒的 八天的 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 那个 主主 那个调酒的 主 那这样子一个基底酒 但但是表面上看来跟你谈民主 自由 人 人权 战略意识形态 鬼的 本质上面来讲 主 主